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放军叫被俘的王耀武在广播呼吁国军赶快无条件投降 以此 王耀武在井边打水碰到刚刚被俘的文强便问他 我在电台里讲的那些话 南京听后有何反应 文强回道 蒋介石气地把收音机给砸了 骂米试软骨头 王耀武当场吓得呆过木鸡 连手里的木桶都掉到井底去了 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其精神都萎靡不振 二 在改造时 王耀武负责打饭 一口山东枪 瞎一割 逃 而文强在被俘后 曾写了一首诗讽刺共产党 还把他贴在了墙上 吓得王耀武赶紧劝他撕掉 说万一激怒了共产党该如何是好 文强冷笑着说 我倒要看看共产党让我们怎么活下去 结果诗贴在墙上十几天 为 人理会 三 有一次 邱行湘和王耀武开玩笑 你就像诸葛亮 一声谨慎 王耀武笑着说 我更崇拜关云城 结果到了第二天 王耀武慌慌张张地跑去找邱行湘 说 不能崇拜关云 因为他身在曹营 心在汉 而我王耀武身在此地心向共产党 身心一体 绝无一心 四 范汉杰在改造时 带了一大捆高等数学 进去后他天天做数学题 邱行湘想不通 问他 你做这玩意有什么用 范汉杰说 现在不学习 以后吃什么 等我出去了 就到大学讲课去 五 沈醉的妻子叫苏彦萍 小明学学 在改造时 沈醉日记中每三篇就有一个学字 而且 他最喜欢听的歌词 就是白毛女中的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因为里面有个学字 可是此时 肃彦萍却误以为沈醉已死 改嫁他人了 六 分组劳动时 杜玉明主动申请参加缝纫组的工作 替被辅导 国军将领们缝补衣服 杜玉明因为妻子曾任缝纫机厂厂长的缘故 所以 他的缝纫机使得非常好 机器出了故障还能够修炼 七 杜玉明教沈醉如何使用缝纫机 因为一台缝纫机只有一枚缝纫针 因此 特别交代他要特别小心 不要弄断了缝纫针 可谁知 沈醉还是把缝纫针弄断了 随后 沈醉写了一篇长长的检讨 给自己扣上损害公务 不爱惜国家财产的大帽子 自请处分 哪只管理员格言悦色 只是拿来了新的缝纫针就了结了 八 廖药香是湖南宝庆人 爱说 宝庆出了两个大人物 一个是菜饿菜松坡 一个是我廖药香 还喜欢以此向纳友们夸张 因为廖药香各自矮 沈醉便调侃说他 可惜矮了一点 再长高一尺还差不多 廖药香听后便追着沈醉到处跑 而且 廖药香在改造时 曾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 能全文被宋戈达纲领批判 九 孙虎最为迷信 他 一有空就面朝西边 含膝而坐 说什么佛在西边 众人议论纷纷 他却我行我素 十 张盖整天神神道道的 拿着罗盘盐揪一惊 还装逼说 天下只有两个人懂一惊 十一 国军将领改造时 经常趁着空闲时间 围着简陆沙盘复盘徐棒会战环海战役 互相指责不动如山 十二 正停级负责安排被俘的国军将领洗澡 因为他是海南人 说话时 喜和死分不清 每次洗澡前 他喊 第一组先死 第二组后死 而国军将领则一起喊 我们不想死 还是你死吧 正急地大喊 让你们死 你们就死 不死拉倒 十三 以此 几个国军将领和几个日本战犯打架 然后抗战大胜 十四 王灵机的自我介绍 一开始是和蒋伟园长同耕 后来变成了和朱总司令同岁 而且 他的独立生活能力非常差 被俘后连胡子都不会刮 老弄破自己的脸 依次摊刷牙 拿着新发的牙膏使劲往外挤 结果牙膏出来一大坨 王灵机连忙问旁边的沈罪 哎呀 这怎么收回去吧 十五 放风时 康泽最爱站在花坛边抓蜜蜂 据他讲蜜蜂的刺者能治疗风是病 十六 陈长杰和杜剑时经常会聊起抗美援朝 可每次看到解放军战士走过来时 都改用英语继续聊 以此 他俩又在瞎聊 一个解放军战士走过来 请叫他们某个字这么写 二人后来感慨道 我们都是党国的精英 到底是怎么输给这群大老粗 十七 杜剑时被分配到四氧五百多只小鸡 可没过几天 便死了三百多只 但是他没回心 开始阅读和钻研各种氧剂技巧 结果其氧剂技术越来越好 还受到了表扬 十八 改造所的管理员 把十多只羊分配给孔庆贵四氧 可不到十天便死了两只羊狗 于是 别人便给他取了一个外号 十日阳关 十九 蔡杜剑时养鸡 孔庆 贵两羊时 莫德红便被分去养兔 因此得到一个外号 兔也 二十 黄维在改造时 一直都沉迷于研制永动机 后来还向解放军要求提供研究条件 但遭到拒绝 当科学院跟他说 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明绝对不存在时 黄维仍不死心 继续坚持研制他的永动机 二十一 黄维买了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来打发时间 可是后来他痔疮犯了 而解手用的草纸不够 就顺手从钢铁也是怎样炼成的上面撕了几叶纸去擦屁股 结果被别人发现了 然后对他开展了大批判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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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